冬天来了 很多的花友养花开子变得蒙圈 教给大家几个小妙招 第一个是筷子 再一个是这种一次性的塑料袋 筷子是一个什么目的呢 因为现在冬天到了 很多的花友说 我跟花友说 浇水干湿循环他们喘没不住 你可以找个筷子或者签子 直接这么着插到土里面 切到中间插进去 那么就可以每天 或者说隔一段时间 就拿出来观察一些筷子 然后看筷子的一个干湿 去判断盆土的干湿 还是浇水尽量的干湿循环 那么像比较大的花盆 透气性比较差的 您浇水的时候要循序渐进 不要一次性浇得太透 因为有的话说 现在变慢了 对一个道理 我自己家浇花友没这个是吧 我就说 那看筷子的一个干湿 判断不了干湿 不是有两只吗 你把另外一只摆到一边 你摆着看不就完了吗 笨事 那么再一个是塑料袋 这个塑料袋有什么东西呢 在冬天 很多的花友家里面有地暖 就是很多的植物 就开始出现了一些 由于气温 就是气候干燥 就是显得整个室内干燥 就会导致一个脱水 保湿做不好 或者是保暖做不好 南方的话 如果家里边比较冷 保暖做不好呢 您都可以套个袋子 是吧 给它过过冬 对吧 有的话说 套时间长了不闷死了 你就不会打开 打开呀 打开呀 是吧 不是一个道理吗 就跟鳄鱼一样 鳄鱼都有淹死的 你不相信 你查下去吧 对吧 发现很多的花友就是那种 淹死的鳄鱼 再有呢 就是说通风 肯定话说 我家里边这个门窗紧闭 家里边这个通风打不到 通风打不到呢 就交给大家 首先呢 你要面对这杯花 然后呢 两个筛帮子鼓起来 这样啊 啥也扯淹呢 就是说 用个风扇 远距离的去吹一下 这样的话可以加强一下它的一个对流 那个最简单的一个就是你坐到它旁边 待24小时尝试一下 感觉一下 你觉得妹不妹 你觉得妹啊 他也会觉得妹 好吧 第四个顺畅就是说关于施肥的事 好多话说冬季到底用不用肥 很纠结 用多了吧怕烧 用少了吧怕不够 你就可以用缓是非 像我呢 一般就是不论种什么花 都是这种啊 花了多优质克力控制肥 你可以稍微啊 多放那么一丢丢 没有事 你可以直接呢 撒到盆表 也可以呢 半途的时候就放 这个无所谓了 好吧 你可以用缓是非 当然了 你们可以选择中意自己的牌子 我这里也有 最后呢 就是有的话说 补光灯能够加强光照吗 这个光 补光灯 首先我跟大家说 肯定是有用的 但是你指着补光灯 去给你替代这些个东西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如果说这个灯泡 能够替代太阳的话 不用你说 我第一个就想把太阳干下来 我按个灯泡 我就按我家里边 是吧 我就开上去 白天 没有没有 睡觉 黑天 不就完了吗 所以补光灯有用吗 有 你想替代呢 不可能 只能是一个辅助作用 好不呢 就像你说你饿了 没饭吃了 吃点树皮行吗 行 瞎凑活对吧 好了 冬季养花的一个小妙中 简单的给大家说到这 觉得不错 记得点个赞 其他养花问题的视频要留言 我是老花一 养花最正一 下期再见 不见不见 拜拜 拜拜